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心子感浪 这集讲什么 之前我们讲过摆桃花位 也有很多客人问我 师傅 如何斩桃花 因为我旁边那件桃花太旺 不安心 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每个人都教人摆桃花 但今集我教大家是斩桃花 听到斩桃花好像很大破坏 其实我不见人斩桃花 因为一斩桃花 其实不只是有些厌复 而是连自己的人缘都会没有 例如你是销售和销售 你做生意的 客人都没有了 有时真的会吃菊种 斩桃花 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做I-Bang 做I-Bang的时候很多同事 做那一行很多人都比较笋顺风水 有人去摆桃花位 即使家办公司不是自己的 都要摆一杯水 或者摆桃花 或者摆一些东西 穿不同颜色 左青龙又白虎 前朱穿后圆帽 都要摆很多东西 又靠山又等等 好 我们很多时有些同事 不抵得人 于是找到另一位同事 知道她的桃花位在哪 就去斩桃花 如何斩桃花 今集我告诉你 桃花是因为木 很多时我们的策略 会用鸡 是金鸡 不是电影的金鸡 这些你到处都可以 在一些精品店 都可以买到鸡 我现在家里还有很多 我用了几只 这一只是金鸡 金鸡 可以是公鸡 你觉得它漂亮就可以了 一只鸡 你也可以摆一只 没有鸡 这些可以打开的 你也可以摆铜钱 摆不同的东西 有只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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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鸡 也有另一种 这个鸡够大 也是可以打开的 你可以在里面摆东西 有些师傅喜欢摆符咒 摆不同的东西 这集我不讲这些 我只讲鸡 这些鸡 你会找到桃花位 找到你要斩桃花位 就是在桃花位里面 放金鸡 金鸡 在我们风水里面 我们有另一种用法 就是 比如说 吴公杀 或者有病 我们用鸡去挡 去刀掉那些病 病虫 那些东西 一般来说 大家可以在很多地方 找到一些很漂亮的金鸡 好 这集就这么多 拜拜